我們Flatball Mail的減肥秘訣 謝謝Peter 大家好 我是Peter 大家看我手上拿檸檬餅就知道 我其實沒在怕的 我不會跟一般傳統的減肥的名師一樣 現在立刻把你們手上的零食放下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在口裡面跑不出來 可能是因為他不想讓大家秀一下減肥的狀況 好 反正就是 先講一下就是我Peter 然後這個東西它其實算是我四個月以來減肥 也不是減肥啊 就是我沒有刻意的在折磨自己說什麼 就是等一下就讓體重降下來的一個就是心得 然後網路壞掉了嗎 好 反正就是免責聲明就是這個方 我講的方法不一定適合所有的人 就是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生理狀況 還有生活方式來做調整 好 那反正一切的緣起呢就是 就是之前在那個小學校的那個 就是夏日真的影的群組上 就有講到說就是 欸 要跟那個講師來做討論嘛 然後我就說 欸 就是大家好 我是Peter 然後我瘦了10公斤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看到我照片的話 可能就是不要嚇到想說這是誰 就認不出來這樣 然後後來就被那個伊莎被敲完的時候 就是趕快給我把那個減肥的方法開圓 對 然後我就開圓了 對 所以那個共筆在那個 G20V的文件上是找得到的 好像減肥的tag只有我一個人的tag這樣子 對 然後我的成績大概是這樣 就是從98公斤瘦到88公斤 就是大概我三月前的照片是 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穿襯衫緊的 就是有點崩的感覺 然後旁邊就是我後來就是拍的照 自己覺得很帥 然後自己拍的照片 對 然後如果大家想要問體脂率的話 我是從26.3降到22.8這樣 對 然後我跟妳講一下我自己的狀況 就是我自己的狀況是 我不是四個月就瘦下來 就是我是先養成運動的習慣 就是我從大一開始 就每週固定去三次學校的健身房的習慣 然後後來大四開始就是有再繼續游泳這樣 所以那個照片其實是我大四的時候 去參加校內的游泳比賽 然後拿到就是有得牌的那個 然後我本身的肌肉量就偏高 所以其實基礎代謝率就很高 然後我現在每週是固定七次運動 就是我通常來講如果沒有特別的事情的話 我一般一週會去游泳三次 然後健身四次這樣子 對 對 然後在這段過程當中我領悟到 其實我在這四個月的過程當中 我沒有遇過就是很特別痛苦的狀況 然後我自己覺得就是運動的習慣這件事情 真的幫了我很大的忙 因為我有持續在運動的關係 所有的基礎代謝率一直都蠻高的 所以這時候我只要少吃一點 我的身體就會很有感 所以就會一直就是可以很平順的這樣瘦下來 然後就是領悟到的事情大概是就是 就是這個三角形還蠻重要 就是你要搞清楚你自己的生活狀態 是落在這個三角形上的哪一個點 就是你要追求的是美味呢 還是你要追求的是時間的最大化呢 還是你想要追求最省錢的方式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三角形的 然後就是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目前的狀態去調整 然後像我的話我是一個學生 然後雖然我要準備可能國家考試 或者是我要做這些事情 所以就是我可能時間上來講沒有那麼多 但是相較於其他有在上班的朋友來說的話 我的時間還是蠻充裕的 所以我通常就是選擇說 然後我在金錢上來講的話 我也不會說就是非常的有經濟壓力 所以說我在金錢上來講比較寬裕一點 那所以我可以把比較多的時間放在 就是可以自己做的事情上 然後自己做然後追求一個美味的一個東西上 然後最重要的是就是在飲食的習慣上來講 可能就是用一個養成一個小小的習慣吧 就是不要特地的去減肥 因為你如果特地去減肥的話 你可能瘦得很快 但是第一個是你不會持久 然後第二個是就是你可能很快就會胖回來了這樣子 然後我自己覺得比較重要的幾個方法 第一個是你要去記錄你的身體的數據 像我自己現在是 因為這是我朋友送我的Garmin的那個運動手環 然後他就是會 這不是業配 你用任何的運動手環都可以 對 就是不用 但就是你要對你自己的身體的數據 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那像我的話 我目前每天都在記錄的就是我運動的活動量 然後我消耗的卡路里的量 還有我睡覺的時間 我覺得睡眠時間還蠻重要的這樣 然後 然後 紀錄這件事情本身就會產生改變 就是當你把這些東西記下來 然後我還會記每天吃什麼 就是 反正就是紀錄這件事情本身就會產生改變 因為你會有一個目標在那邊 像 就是我也做過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大家戴上運動手環之後 就會看說自己的那個步數有沒有達到目標 那如果晚上還剩下幾百步的話 就會在房間面一直繞圈圈這樣 對 就要把那個目標走完這樣的感覺 所以它本身是一個讓自己有一個目標 然後遊戲化的一個過程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我到了第三個月開始 我的飲食習慣就會開始覺得有所改變了 就是我以前會習慣吃那種小點心 譬如說巧克力棒或者是零食之類的東西 但我現在幾乎不會 那我現在吃到這種太油太鹹的東西 我也會覺得自己身體有變得很多的負擔 所以就是你自己本身的 就是在接觸這樣子的一個食物的次數上就會減少 但是我這還是放了一個拉麵 就代表說其實我還是有在吃一些不健康的東西 所以就是你如果有養成這個習慣的話 你還是偶爾可以讓自己放縱一下 這家拉麵叫做雨水 就是那個台北的柑橘的拉麵系列店 很有名的一家 就是歡迎大家去吃在市政府 在信義區 在世貿大樓付 在世貿中心那邊 對 然後我以前壓力大的時候會想要吃東西 但我後來看了一篇 我以為這個是天性 就是這個是改變不了 但我後來看了一篇心理學的研究 他跟我說 就是其實你壓力大的時候 並不是會想要去吃東西 會去尋找自己最習慣的生活方式 所以你目標其實並不是要 就是借掉吃東西這一點 而是要把你的生活習慣的方式就是改變 所以我現在壓力大的時候 我會想要去運動或游泳之類的 對 所以就變成是你要調整一下你的習慣 對 然後你要開始的話 可以先從養成習慣開始 這也是為什麼我剛剛說 就是養成運動習慣這件事情 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後養成運動習慣的話 大家可能會想說 那我就是一開始就要達到一定程度的訓練量 或者是目標 但我覺得其實也沒有必要 因為其實最重要的是 你要讓自己有那個習慣 譬如說去健身房的習慣 或去游泳池的習慣 所以我很常的時候就是 譬如說我可能中間的空檔 只剩下大概一個小時 或半個小時可以去健身房 或游泳 那我可能就是去健身房 然後就做一組 然後就洗澡這樣子 就是還是要讓自己維持一個 去健身房的這樣子的一個 然後你就是如果養成了這樣的一個習慣的話 其實你就不用特別的去擔心說 要算熱量啊什麼之類的 就是其實你的習慣 或者是你的身體 就會自動幫你調控好這一切 所以你就不會感到很痛苦 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這也是為什麼我剛剛會說 就是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狀況 來衡量自己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能夠吃的健康 本身就是一種特權 然後你 對 謝謝 然後你能夠擁有時間 本身也是一種特權 然後你能夠去追求 就是減肥的時候 吃的東西的味道 本身也是一種特權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衡量一下自己 擁有的能力 然後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最後剩一分鐘 我想要介紹一些很好用的東西 譬如說 像是馬芬寶 就是義美有賣那個馬芬寶 我覺得就是好好吃的 然後就是 你們就是單純的把它拿去烤一烤 然後我最近發現一招很強的 就是你呢 把那個馬芬寶打 撥開來之後呢 你把它那個底部的那個馬芬寶壓平 然後你就直接把蛋打在那個上面 然後你就直接送進烤箱裡面去烤 你用180度烤5分鐘 然後再用120度烤5分鐘的話 它會出現水波蛋的口感 如果你用180度烤10分鐘的話 它會是半熟荷包蛋 所以就是 而且這樣子 你這樣子做荷包蛋是不用加油的 所以就是更 就是很棒 這個要寫上 對 這個要寫上 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超商的沙拉 就是超商沙拉我覺得蠻有用的 就是因為它有很多的就是蔬菜 然後它其實也算是便宜的東西 然後你要改造的話 就是你不用去加那個沙拉醬 就是你拿那個蜂蜜的優格 跟柳橙汁拌在一起 就很好吃了 而且這樣子加起來的話 你的100公克的熱量不到100卡 只有大概98卡左右 但是你用凱薩沙拉醬的話 它的熱量是400卡 所以就是這個熱量的差異就很大 對 然後還有自己做一些飲料啊 水煮蛋啊之類的 好 那所以方法不一定適合 希望大家可以找到舒服的方式 好好對待自己的身體跟生活 然後最後就是 我現在交了一個女朋友 然後我交女朋友是因為 我是參加臨時小學道活動才認識她的 所以我覺得 比起減肥 你想要找伴侶的話 你參加G0B的活動還比較有用一點 大概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